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你可以不信命运 但要信因果 公元1602年左右 明朝官员袁了凡年事已高 在家养老 但他仍旧保持年轻时的习惯 常常面壁思过 每次回顾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 都感慨万千 有一日 他终于下定决心 要将自己生平的经历心得记录下来 以告诫后人 袁了凡偶心力学 在许多时日后 终于将书稿写成 他就是在后世广微流传的了凡思讯 作为儒家经典之作的代表 他先后影响了全世界无数的人 袁了凡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 命运从无定数 而万事万物皆有因果 一 存善心 造善因 有句话说 一个人的心就是他的风水 一个人的心地存厚 常常会拥有福气 一个人尖酸刻薄 往往会招来祸患 袁了凡蹉跎多年后 才恍然度悟这个道理 袁了凡年轻时 在此云寺 遇到了一位来自云南的孔先生 对方精通医学 擅长掐算 孔先生算出袁了凡是做官的命 鼓励他参加科举考试 并将他哪一年考试 第几名都算得一清二楚 神奇的是 袁了凡接下来的考试名次 与人生禁遇 禁遇这位孔先生 掐算结果毫无偏差 自那之后 袁了凡认为 凡是天注定 任凭自己在命运中浮沉 34岁那年 他去西峡山 半夜云古禅师 进行禅修 期间 与云古禅师相对而做 三天三夜 云古禅师 从袁了凡口中得知 孔先生为他算命之事后 追问他 认为自己是否应该得到 高官厚禄 及子孙绵延 袁了凡点头承认 是认真反省自己 才发现自己 一路以来的坎坷 以不顺根源 都在自己身上 难以考取公民 是因为自己心胸狭窄 世财傲物 很少行善 十分浮薄 难以拥有儿子 是因为自己 平时经常发怒 很少帮助别人 喜欢喝酒熬夜 平时说话太多 云古禅师 语重心长地告诉他 上天对待一切 从根本上说是公平的 顺应自然的因果定律 不会有丝毫措施 如果我们通过修行 让自己的心念和行为 合乎意理 那我们就可以超越命数 自己决定命运 禅师还告诉他 想要改变命运 就要把自己 以往的过失 彻底扭转过来 要做到既得既福 包容他人 和既慈悲 保养精神 这番长谈 令原了凡 醍醐灌顶 他下定决心 要在往后的岁月中 改变自己 而从他起心动念的 那一刻起 他的命运 也开始发生改变 他不仅考重了近视 被拍往 金城附近的 保底线当直线 先后生了十一个儿子 还平安度过了53岁 当初孔先生 预测的寿终之年 诚如大波涅槃经所言 修与善行 破百种恶 拨下善的种子 就会开出 仁爱的花朵 花香陶醉了别人 也明媚了自己 剥下恶的种子 就会开出 愿毒的花朵 即使杀敌一千 也会自损八百 很多时候 决定一个人境遇的 不是能力 而是一个人的心 对事计较 待人苛刻 只能为自己 平天使得不快 常常抱善心 处处造善音 却有可能为自己 带来一辈子的善缘 二 说善言 结善缘 了凡碎身中有言 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种善心 说善言 行善事 得善果 心是根 嘴是花 行为就是我们的果 只有通过这三个地方的传递 我们才能种下善音 结善果 卡奈吉在人性的弱点中 曾经提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深爱唱歌的青年 西贝德 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每周日 都会去教堂了唱诗班唱歌 他勉强租下一间 位于城外葡萄园中的破屋子 但还是因为经济拮据 盗欠了房东十个月的房租 为了偿还房租 他在业余时间帮老板采摘葡萄 有时候没钱买饭时 还会吃葡萄冲击 生活的艰难 令他心灰意冷 有段时间 他准备放弃歌唱事业 外在中汽车谋生 却因为他人的一句话改变了人生 某天 一位听他唱歌的牧师真诚称赞他 你有一种极好的响应天赋 你应该到纽约去深造 牧师的话让青年重拾信心 于是 他借了2500美元钱 踏上去纽约的路 历经千辛万苦 青年终于成为一名真正的歌手 改变了命运 牧师自己可能不会想到 自己一句无心的善言 竟然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而青年多年后仍然感激牧师 正是因为牧师当年的承赞与鼓励 他才得以成就自己的歌唱事业 在《荀子荣辱》片中有这样一句话 与人善言 暖于不勃 伤人以言 身于毛疾 每句话都有他内在的力量 会为他人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口出善言的人 更容易获得别人的认可与感激 而经常口出恶言的人 很容易招来他人的不快 甚至为对方带来祸患 心理学家亨利·高达德 曾做过这样的实验 他用一种叫测力器的仪器测量人的疲劳程度 说好话 测力器马上显示出新的能量 电脉冲 说坏话时 电脉冲突然下降 这表明善言善语 的确能给人新的力量和活力 道德经有言 天道无情 长语善人 在工作生活中 我们总是更愿意去接近那些鼓励认可我们的人 每次靠近他们 听他们说话 就会让我们感受到满满的能量 坚实与人为善 口出善言 也是在为自己积累福报 毕竟 我们向世界投射的善意或恶意 如同善苦回应 终究会返回到我们身上 三 做善行 得善果 了凡色神中讲 命有几利 福自我求 意思是 每个人的福或命运 都与自己的言行有关 一个人都行善 就会击福 常作恶 则会招货 你对他人付出的每一份善良 最终会在转一圈后 回到你自己身上 两番色讯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明朝时 有个叫杨荣的人 他的祖父 曾祖父 皆以百度为生 一日 当地突发暴雨 河流决堤 不少商户 损失惨重 房屋被冲毁 货物 漂浮在水中 这时 石头百度人 正向在河中捞取财物 却对涅水求助的人 视而不见 唯有杨荣的祖父和曾祖父 一心想着救人 对水中的财物分门不取 同乡人 也因此 发了一笔横财 偷偷嘲笑 杨荣的祖辈 愚笨至极 光救人 不要钱 在场 有位道人说 祖辈 极乐应得 杨家 定会兴旺 后来 杨荣因为这些事迹被举荐 又考上课举 位列三公 祖父 曾祖父 被追风 官绝 子孙后代 也都得财兼备 正所谓 爱出者 爱反 福王者 福来 怀善心 做善事 自会福来绵延 而心存恶念的人 为了一己私利 不择手段 往往会将自己陷入厄运 想要摆脱厄运 最好的方法就是 转变信念 让自己重回善道 创建标准石油公司的 前世界首富 约翰·洛克菲勒的命运 就曾经因为信念的转变 而柳暗化名 洛克菲勒在53岁时 达到了事业巅峰 但由于他赚钱不择手段 使得包括竞争对手 在内的很多人 都恨不得杀了他 当时的他 作用巨额财富 却健康堪忧 医生告诉他 如果不休息 他活不过53岁 洛克菲勒幡然醒悟 退出公司管理 开始大量捐钱 做慈善 他换句子研究 芝加哥大学 科塔斯基级黑人大学 捐献了联合国总部大楼 还成立基金会 资助许多科学家研究 助力他们消除疾病 贫穷和文盲 在善行之下 他的家族财富稳步增长 自己也在身心愉快下 恢复健康 一直活到99岁高龄 正如福慧之道所说 有多少福 就能承载多大的前途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福 即使费尽心机 磨算到手 要么很快流失 要么有期货等着你 每个人一生中 能够得到多少财富 取决于他曾经 种下多少财富的种子 懂得为他人付出 懂得帮助与成就他人 就是在种下善盈的种子 当种子生根发芽 自己也会在岁月中 收获更多的好运与财富 大导演李安曾说 人生不只是坐着等待 好运就会从天而降 就算命中注定 也要自己去把它找出来 的确如此 这世间从来没有 无缘无故的好运 无论是财富名望子孙 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品德 心态和能力 你今日收获的种种果 是往日种下的因 而今日种下的因 又将成为未来杰出的果 如果你始终善良勇敢坚定 一定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好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